在一般人眼里,临终的人是需要亲属在身旁慰安的,但是在清朝的后宫女眷们,她们是否能在死前得到这样的待遇?清代吉安所的用途又是什么呢?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清代嫔妃们在临终前都会经历什么样的痛苦无奈,她们是以什么样的心境离开这个世界的? 读历史,明世里,大家好,欢迎订阅本宫八历史。 在紫禁城的东北角,有一处阴森恐怖的地方,吉安所,她的存在,见证了无数嫔妃们的生命最后一程,这里,曾是明清两代平放后宫女眷灵鹫的地方。 成为了皇室处理妃嫔死亡的专门场所,吉安所的建立,体现了清代皇室对风水和宗教信仰的高度重视。 在乾隆五年,乾隆皇帝下令在锦山外东北方向建造了这座阴森的建筑,从此之后,病重的妃嫔们就被迫迁移到这里等待死亡的到来。 这座建筑,犹如一座冰冷的监狱,囚禁着那些曾经风光无限的嫔妃们,在这里,她们被剥夺了最后的尊严,只能孤独地等待着死亡的降临,即便是地位最高的贵妃。 在临终时刻也难逃被迁出皇宫的命运,吉安所的存在,也反映了清代皇室对于妃嫔生命的末世,在那璀璨的表象之下,隐藏着无数生死离别的悲剧,作为皇权的附庸,这些嫔妃们的命运,往往只能任人宰割,即便是临终时刻,他们也难逃被迁出皇宫的命运,只能孤独地等待死亡的降临。 在那富丽堂皇的紫禁城内,他们却难以获得最后的尊严与怜悯,吉安所的存在,就像是一面冰冷的镜子,映射出清代皇室对待妃嫔的残酷与冷漠,她见证了无数生命的最后一城,成为了一座阴森恐怖的死亡之地,在乾隆四年。 雍正帝的侧服近期非李氏病重,作为当时帝位仅次于皇后的重要人物,她却也难逃被迁往武龙亭猴死的命运。 4月13日,李氏的病情加重,她被抬到了北海的武龙亭,乾隆帝和重庆皇太后亲自前往市集,可见她在宫中的分量。 然而,即便如此,她仍然无法在皇宫中度过最后的时光,令人惊讶的是,李氏在武龙亭竟然坚持了整整11天才离世。 但是,这份求生的意志力,着实令人动容,在那阴森恐怖的武龙亭内,她一定经历了无数的痛苦与挣扎,但即便如此,她仍然没有放弃活下去的希望,用自己的方式与死神抗争到最后。 最终,在4月24日,64岁的她终于撒手人寰,乾隆皇帝亲自前往武龙亭为她奠酒,可见她在宫中的地位不凡,这种做法是对她的一种尊重。 但是,即便如此,她也无法在皇宫中安息,只能在那阴森恐怖的武龙亭内等待着死亡的降临。 作为当时地位仅次于皇后的重要人物,她却也难逃被迁往武龙亭猴死的命运。 在那里,她经历了无数的痛苦与挣扎,但仍然没有放弃活下去的希望。 这份坚强的求生意志,着实令人动容,但是,即便如此,她也无法在皇宫中安息,只能在那阴森恐怖的武龙亭内等待着死亡的降临。 即便是地位最高的贵妃,在临终时刻也难逃被迁出皇宫的命运,她们的生命就像是一枚棋子,被皇权随意地摆弄着,时光飞逝。 到了乾隆四十年,另一皇贵妃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。 乾隆皇帝曾两次亲自看望她,可见她在宫中的重要地位。 然而,在正月二十九日,她还是不幸离世,乾隆皇帝下令,所有的皇子皇孙公主赴马都要为她穿效。 可见她受到了足够的尊重,不过,关于她是否死在吉安所,史书上并无明确记载。 但可以肯定的是,她的金冠一定是从那里被遗出的,另一皇贵妃的遭遇,是一个悲剧。 作为乾隆皇帝的重要嫔妃,她在宫中的地位并不低,但是,即便如此, 她也难逃被遷出皇宫的命运,在临终时刻,她是否也曾渴望能够在熟悉的环境中安息, 又或者,她是否也曾感到绝望和无助,即便是地位最高的贵妃, 在临终时刻也难逃被遷出皇宫的命运,这种做法,无疑是对她们的一种残酷与冷漠。 在那富丽堂皇的紫禁城内,她们却难以获得最后的尊严与怜悯。 乾隆皇帝亲临送她的金冠一并进安庄,并亲自为她赠是另一。 这种做法,是对她的一种尊重,但是,即便如此,她也无法在皇宫中安息, 只能在那阴森恐怖的吉安所内等待着死亡的降临,在那富丽堂皇的紫禁城内, 她们却难以获得最后的尊严与怜悯。 即便是地位最高的贵妃,在临终时刻也难逃被遷出皇宫的命运, 她们的生命,就像是一枚棋子,被皇权随意地摆弄着,即非王室的一生可谓坎坷重重。 她原本只是皇后宫中的一名官女,直到咸丰八年才被封为吉贵人, 之后又陆续被尽封为吉贫、吉非,作为一个普通的宫女, 她却也难逃被迁出皇宫的命运。 即便是在临终时刻,她的遗体也被遗送到了那阴森恐怖的吉安所,在那里,她的尸体被妥善安置,等待着下一步的安排。 这种做法,无疑是对她的一种侮辱。 即便是地位较高的妃嫔,在临终前也难逃被迁出皇宫的命运。 她们的生命,就像是一枚棋子,被皇权随意地摆弄着,在那富丽堂皇的紫禁城内。 她们却难以获得最后的尊严与怜悯,11月16日,吉非的金官终于从吉安所被直接移往东陵定陵飞远寝。 两年后,她的遗体才最终安葬在那里,虽然她的身份并不显赫,但至少在死后还是获得了应有的尊重,即便是地位较高的妃嫔,在临终前也难逃被迁出皇宫的命运。 但是,至少在死后,她们还是能够获得应有的尊重和安息,这或许是清代皇室对于妃嫔生命的一种弥补。 相比之下,和玉皇贵妃刘家世的遭遇就更加凄惨了,道光十三年,七十三岁的她病重时。 既然被道光皇帝直接下令抬到吉安所猴死,作为一个地位较高的妃嫔,她却在临终前被迫离开了皇宫,被抬到了那因僧恐怖的吉安所。 在那里,她经历了无数的痛苦与挣扎,最终在当天晚上就去世了。 而更加令人痛心的是,道光皇帝既然没有为她穿效,也没有下令绰朝,完全无视了她的身份地位。 这种做法,实在是太过残酷无情了,即便是地位最高的贵妃,在临终时刻也难逃被迁出皇宫的命运。 他们的生命,就像是一枚棋子,被皇权随意地摆弄着。 在那富丽堂皇的紫禁城内,他们却难以获得最后的尊严与怜悯,吉安所的存在。 就像是一面冰冷的镜子,映射出清代皇室对待妃嫔的残酷与冷漠。 她见证了无数生命的最后一城,成为了一座阴森恐怖的死亡之地。 走过清代后宫的神秘角落,我们不禁为那些嫔妃们的命运感到悲凉。 他们的生命,注定只是皇权的附庸,在死亡面前黯然失色,即便是地位最高的贵妃,也难逃被迁出皇宫的命运。 吉安所,见证了无数嫔妃们的生命最后一城,她的存在。 像是一面冰冷的镜子,映射出清代皇室对待妃嫔的残酷与冷漠。 在那里,他们被剥夺了最后的尊严,只能孤独地等待死亡的到来,也许,这就是权力的代价吧。 在皇权的阴影下,他们注定只能是附庸,难以获得真正的自由与尊严。 但是,他们的故事却永远铭刻在历史的长河中,提醒着我们,生命的可贵,远非权力可以等同。 金公皇帝与妃嫔的死后,为什么要压舌,压住舌头,免得死者到另外一个世界里面有口舌之灾,舌头是万恶之源,好多灾祸都是舌头惹的。 那就把它压住,将物品塞进死者嘴里,免得死者在皇权路上忍机挨饿,所以,压舌也叫饭寒,就是给死者吃饭,为的是下辈子不要挨饿。 此外,古人认为,嘴里含着朱玉等珍贵之物,有防腐的作用,人体有七路,鼻子两个孔,耳朵两个孔,嘴有一个,生殖器有一个,肛门有一个,都要塞上就可以使之不腐烂,所以,在古代上至皇帝下至百姓都要压舌。 也有说,有钱能使鬼推磨,含点值钱的玩意儿,死后孤魂野鬼,身上有点钱会方便很多,当然不管死后嘴里含的是玉蝉还是珍珠,都是有钱有权的贵族皇室才能使用的藏俗,人死之后会造成一定的尸体缩小情况,皮肤就此塌陷,失去弹性,鸭舌能够将死者的面部撑起来,更好看,能让死者漂漂亮亮地离开这个世界,清宫里除了皇后之外的女人, 普通嫔妃全部都要在死前迁出皇宫,作为皇帝的嫔妃,他们却没有资格死在后宫紫禁城里,更没有资格在皇宫里办理葬礼,只能在弥留之际被迁到吉安所内猴死亭灵,你们觉得,人还没死就一送到吉安所等死的这种惯例有违背人性的地方吗?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纵观青史,读史明智 今天的知识点,您学会了吗? 感谢各位读者的阅读,如果您喜欢我的文章,可以点个关注,成为铁粉后能第一时间收到文章推送 感谢观看